在辽阔的百大西洋中有一片清澈美丽迷人的海域 那就是加勒比海 我们来过之前每当听到这个名字 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一幅神秘冒险和浪漫的画面 不仅仅如此 作为世界上宁海最多的海域 加勒比海有着最多的国家 加勒比海上有二十多个宁海国家 游轮晚上行驶白天靠岸 而且加勒比海的国家都是小小的岛国 我觉得特别适合游轮这种方式去旅行 又加上游轮这种特殊的停靠方式 我觉得真的是既便捷又有效 因为每天下了游轮就是美景 上了游轮就是美食 在游轮上过得真快啊 一晃眼还有三天就要下船呢 评论区有朋友留言给我说啊 毫无疑问 皇家加勒比是大众化的游轮中最好的一家 目前呢我坐过六次公主号游轮 然后一次名人游轮 再加上这次的河美游轮 其实啊名人游轮和皇家加勒比是同一家公司的 就好比像看了我就是加连华 还有公主号 还有何美 他们三家一样同属于CCL的 我老公当时对名人游轮那趟百欧型的印象很好 一直说名人游轮吃的好 肉的品质好 现在的画面是导游在给我们讲解圣马丁岛的历史 圣马丁岛的它一半是属于荷兰 一半是属于法国 这两个国家在这个小岛上和平共处了三百年 我觉得也是蛮绝的 后面我们选择了公主号 做了六次 是因为我们有一对朋友 因为他们喜欢公主 因为我们喜欢在游轮上有办 大家一起玩比较好玩 后面我们就跟随着他们订了几十公主号 但是来这次的东加勒比游轮 我们有四家人 最近都还在不同的游轮上 还没有下船 我们和我老公的同事 夫妇我们现在就在和美游轮上 还有十月份和我一起在那个 Discovery Pincess夏威夷游轮上的朋友 他们俩夫妇现在在皇家加勒比 之前他们还做过Viking 就是维京游轮 本来这次他们也想订和美的 结果和美已经满云了 所以他们就订了九号上船的皇家加勒比 我们是十三号上船的皇家加勒比 我们还一起在Kelago玩了一天 还有上次和我一起在巴拉玛印河游轮的朋友 他们现在也在公主号 也是东加勒比航线 他们是十六号上船 所以我们现在有四家人在那个 现在正在东加勒比海的航线上 但是三收不同的游轮 三家不同的公司 现在我拍的那个画面是 圣马丁岛的网红 机场 它这个机场就在 跟沙滩是对面的 相隔一条马路 就觉得就是 被乘坐是最危险的沙滩吧 这个机场和沙滩是到 圣马丁岛必打卡的景点之一吧 坐在网红沙滩上 喝点啤酒 然后看飞机掠过头顶 和沙滩上的人群一起欢呼 也是一些蛮有趣的事情 我觉得哈 降落时飞机掠过头顶 起飞时巨大的气流 可以把人冲进海里 这个机场是世界上 最危险的十大机场之一啊 它从早上到晚上 可以拍到无数次大小飞机 它的起降的过程 我觉得这个是航空迷的 终极梦想之地 航空迷肯定都会到这里来打卡的 我再说回游轮哈 我自己比较起公主游轮和河美游轮 其实我觉得河美的服务和食物 它稍微好一点的 还有就是河美上有一点 可能更加适合我们一定年龄的 中老年朋友们 因为他没有一个小孩 船上真的很安静 也很干净 是我坐过的游轮中 我觉得是安静也很干净的游轮之一吧 反之 我朋友在皇家加勒比 他说船上的年轻人和孩子太多了 他发了很多视频给我 说船上到处都很脏 把柴上到处都是水质 从来没有干净过 我发一个他录给我的视频 给大家看一看 下面这一单树瓶的是我朋友发给我的 这是他在皇家加勒比录的 今天发出来的 他说那个房间的走廊上 到处都是杯子盘子 到处都是屋迹 然后房间每天也打扫一次 然后他说他房间里面沙发上也是黏糊糊的 他说这杯子里面的水也是 到处都是屋 到处都是脏的盘子 可能因为是年轻人多的比较多的原因吧 他说这个船上管理有问题 你看这是我现在出去随便在门口拍的 在我们七楼的房间外面的走廊拍的 到处都很干净 是一尘不染的 而且那个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张盘子 不管早上中午还是晚上 真的没有的 因为如果有人放到外面的话 那个服务员随时都把它收走了 因为而且服务员随时都都盯着你看的 他们知道你什么时候去房间外面 就会过来给你打扫卫生 他说啊 如果是你很注重于饮食卫生 就不要上皇家加勒比的游泪 如果你更喜欢热闹 注重于娱乐游戏看秀 那么皇家加勒比就是比公主更胜一筹 如果注重饮食卫生食物的质量 他说那么公主稍微好一些 他们还之前做过Viking 他说Viking就是围巾游轮和公主游轮比较起来的话 他说Viking和公主同样的迷你小烫房 就是迷你十位 他说Viking会贵两千美元左右 所以Viking会吃得好一些 但是因为Viking船比较小 活动和秀了就没有公主的丰富多彩 他说皇家加勒比的优势就在于 时内时外的活动比较多 就是游轮上的活动比较多 游玩的设施比较多 他说皇家加勒比更加适合年轻人 带孩子的和带狗狗上船的 对食品和卫生要求不是很高的 对玩和娱乐更加在意的 就选皇家加勒比 我现在拍的是我们游轮停靠的 第二个岛国安提瓜 据说安提瓜是白美的后花园 它为加勒比海地区被称为白美后花园 它也是碧水蓝天 风光一粒 拥有美丽的海景 充足的阳光 安提瓜 翻译上安提瓜 它是以前是属于英属殖民地 但是它1981年获得了独立 成为一个议会民主制和君主先制的国家 虽然说是独立的 但是它在英国的影响下 在政治法律和文化上 其实依然跟英国很像的 因为已经根深蒂固了 这是我们在逛安提瓜的自由市场 因为我老公喜欢打卡了个 这种菜市场 这种农膜市场 安提瓜它是有着有名的粉红沙滩 它这里美食是烤鱼和辣椒酱 我再说回游轮吧 比较起我们做过的三家游轮公司 我老公更加喜欢名人游轮 他说公主和和美比较起来 他说和美的细节做得更到位一些 食物的品种比公主少一些 但是品质好过公主一丢丢吧 河美下船和上船的体验感更好 公主下船通常需要排长队 但是河美这方面就做得很好 他们的下船的那个走廊 就很长的一段 根本不需要排队等候 河美没有大的那个中心广场 就是公主啊 五六七楼都是大的那个中心广场 就活动了 所有的活动 因为它是全部在那个中心广场嘛 所以更加看得一清二楚 而且公主的游轮每天下午 在五楼中心广场都有交跳舞的 我老公他自己很喜欢这个活动 河美来没有这种大型的中心广场 也没有这种大型的活动 河美和公主综合比较起来的话 他说可能他喜欢公主多一丢丢 因为公主的中心广场 有更多的活动 就更加活跃一些 更好玩一些在船上 但是河美的食物稍稍好一些 他说他也喜欢呢 这是游轮停靠的第三个岛国 圣卢西亚 圣卢西亚也是地处东加勒比海 向峰群岛中部 百林马提利亚岛 圣卢西亚以拥有众多的 世界知名酒店品牌和奢华别墅度假区 而闻名于全世界 他在2015年被评为 最值得一游的全球十大最佳旅游国家 2016年被评为 世界名人 世界名人世界富豪的度假的天堂 我们再说回游轮 因为我算是坐了不少的游轮吧 所以我有不少朋友 在选择游轮出行前 总是会问我一个问题 金金你觉得我去哪家游轮去玩更加合适啊 我觉得这也是第一次去坐游轮旅行 旅行的朋友 每个人都有的问题之一吧 游轮公司有很多 最开始的时候 特别是第一次做的 难免会因为选择多 就不知道怎么下手 以我的一点点小小的经验 不一定适合于所有的人 还有我这网上做的一些功课 我有一些建议吧 但是不一定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你还年轻 然后你的孩子还很小 如果你是带大家旅行 一大家人连孩子一起旅行的话 我觉得迪士尼的游轮 是一个第一个选择 当然迪士尼的价格会稍贵一点 带孩子带家人 一大家人的第二个选择 我就觉得嘉莲华也不错 嘉莲华上面也蛮热闹的 也蛮适合孩子的 这就是皇家加勒比 我朋友说皇家加勒比特别适合孩子 而且他的房间的设施 还有孩子的小便器 而且皇家加勒比不仅能带孩子 而且还能带小狗狗 所以我觉得皇家加勒比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带孩子 再一个选择就是MSC和挪威游轮 带孩子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如果说一大价人出行的话 这五家公司 我觉得都是不错的选择 现在我们是在多米尼克的旅游巴士上 我们这一次在多米尼克 订的是泡温泉 我们是在船上订的 就是船上的那个胆途旅行订的是 75块一个人吧 两个人就150块 你看这个车破的 有没有像我们70年代的 多米尼克在2023年世界公民报告中 被评为加勒比海聚安全的国家 多米尼克的常年气温是 二十几度的热带海岛国家 这个岛是活的火山 随时都可能爆发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泡笑 我也觉得蛮狠 听导游这么说 我还是有点怕怕的 它的七八月份是雨季 经常都是会下太阳雨的 所以经常会出现彩虹 多米尼克的经济主要依赖于旅游业和农业 拥有热带的雨林 温泉 瀑布和珊瑚礁等自然器官 吸引了大量的游客 农业方面 它们主要是种植香蕉 柑橘 可可和椰子 它们这里的椰子 五块钱一个 我朋友他们在 Kelago的那个椰子 没地方扔 那个辣椅桶里面 装满的全部是椰子 这是多米尼克 有名的一种果实 因为它不叫水果嘛 因为它不能吃 但是确实是树上长的一种果实 导游说 这个它们是拿着做碗的 就是把这个果实给它切开之后 把里面的白色的 蓝把它给取出来 扔掉 然后再把这个 外面拿着晒干了之后 拿着做碗的 这是我从多米尼克 回到那个我们的游轮上 在游轮上吃晚餐的时候 拍的游轮外面的景观 我觉得好漂亮啊 有点像那个意大利的 阿玛菲海岸 现在已经到了晚上的五点 我们的游轮现在 慢慢的离开了岸边 我们在一边看着那个游轮离岸 一边在吃我们的晚餐 晚餐是流味 其实真的 它上面的游轮的伙食 还是真的是不错的 那个和美 真的是这一点 要给他们一个赞 反正比工作号是好一些了 当然比明日游轮 我老公说比明日游轮差一些 但我觉得差不多吧 明日游轮上就是海旋多一些了 我们再说回这个游轮的话题 如果是一家人出行的话 我觉得那五家好 如果你是两个人出行 就像我和我老公这样 两个人退了休的 还有我朋友 他们两个人这种 退休的 孩子大了的 或者说没有孩子的 我觉得好 那个Viking 就是围巾游轮比较好 稍微价钱稍微贵一点 贵一两千块钱也还好了 再就是公主好 还有就是那个 Celebrity 就是迷人好 我觉得这三家是 如果说是 是两个人出行的话 稍微等级低一点的 这就是MSC MSC价格还是蛮经济核算的 但是MSC我之前还没有做过 因为我听我朋友说上面吃的不好 因为我们其实还是有一点注重吃的了 特别是像我老公的话 如果说油能商的那个肉啊 牛排啊 质量很差的话 他基本上全程他不会吃肉的 他就只是沙拉或者面包了 因为海鲜他也不吃嘛 因为现在疫情之后 那个海鲜价格涨了很多 其实游轮上的海鲜品种都比较少了 除非是你订很贵的 我在网上看到打翻是给加连华打五分的 食物打五分的 说他的标榜的是 就是最最饭最好玩的游轮 各种娱乐设施 过山车 水上乐园 各种表演 反正价格是平价 皇家加勒比勒 宣扬的是family fun 就是有带小孩的家庭的 有各式各样的表演娱乐 我觉得适合各个年龄阶层吧 食物口碑只有七分的 公主游轮是属于比较传统的游轮了 娱乐项目都是传统游轮项目 就是百老会的音乐剧啊 冰狗啊 然后他的食物口碑是九分的 所以说公主养猪号不是白叫的 他的装修风格呢 就是还算富丽吧 价格是中等的 和美呢 是150年的传统的老舍游轮吧 他的传统娱乐项目 游客的年龄层偏大 确实是哈 我在上面看到基本上 没有年轻人 没有小孩 基本上都是中老年人 这个是事实 但是呢 中老年人有中老年人的好处 我觉得就是比较安静 比较干净 真的是 他的食物口碑也是 和九分和公主好差不多 但是 看个人的喜欢呢 我觉得他 我觉得 每家都有他的好处 也有他的不好的地方 就是你看你的需求吧 看你的需求 是你侧重于食物啊 还是侧重于游玩呢 还是侧重于他的卫生呢 还是侧重于他的装修 就是看自己的需求选择 我觉得也其实也没有说更好的 只有自己 更适合自己的吧 我今天也是随便聊一聊 没有打炒狗的 没有打炒狗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随便拍到这里了 今天啰啰嗦嗦 话说的有点长哈 那我们就再见吧 下次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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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